面对一大群全球最厉害的对手 他表现出了比十几年龄还要稳重和厉害的实力 每次精准的基球都像是在告诉全世界 中国网球的新时代现在来了 经过好几轮激烈的较量 郑亲文终于站在了自己梦想的冠军颁奖台上 那一刻不仅是为中国网球赢得了荣誉 也是无数粉丝心中的大喜事 现场的欢呼声和掌声震天响 大家都掏出了手机 想要记录下这各历史性的瞬间 郑亲文这个名字瞬间火遍各大媒体 他的商业价值也跟着猛涨 各种大品牌纷纷找上门 希望能请这位新晋冠军做他们的代言人 哎呀 在商业界这事儿啊 郑亲文也是个大写的牛人 他的成功故事就像一记强心针 给许多年轻人打气 鼓励他们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事儿可不光在巴黎发生 在接下来的2024年美网公开赛上 郑亲文又展现了一把真正的实力 从头到尾都视如破竹 最后稳稳地进了女单八强 你看 他在网谈的位置可是越来越稳固了 就在郑亲文在球场上风光无限的时候 另一边的滑雪界 古爱玲却因为一个在郑亲文夺冠现场的表情包瞬间 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事儿啊 被网友们那双火眼金睛给盯上了 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 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 开始探讨古爱玲的态度 动机 还有她对国家的感情 巴黎是一个充满梦想 荣耀与激烈竞争的舞台 2024年夏季 当五环旗帜再次在这里升起时 有人亲吻着金牌 沉浸在欢呼与赞美之中 也有一些人心情沉重 默默承受着失败的苦涩 比赛场如同一面放大镜 无情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在聚光灯下 两位年轻身影反射出 后奥运时代运动员 所遭遇的机遇与挑战 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女古爱玲 凭及其令人羡慕的才能和资源 在年轻时便已达到顶峰 然而 她在名声鼎盛之际 却迷失于名利场的喧闹之中 最终被舆论卷入漩涡 另一位是默默积累 后继勃发的拼命三娘郑亲文 贫瘠不屈的意志和对胜利的渴望 在巴黎奥运会上迅速展露头角 以实力赢得了广泛认可 从而开启了她自己的时代 两种完全不同的成长轨迹 引发了人们对于后奥运时代运动员 如何在竞技状态 商业价值和公众形象之间 找到平衡的思考 在聚光灯的背后 究竟是选择追求流量 迅速获利 还是静心沉淀 自我提升 以实力为正 答案显而易见 有人认为 经济体育的吸引力 源于其无法易见性 在最后时刻之前 你永远无法确定 谁会是最终的赢家 郑亲文 这个名字在许多人眼中 可能在巴黎奥运会前 还不是那么熟悉 然而 命运的女神 似乎特别宠爱那些 默默付出 坚持不懈的人 浏览郑亲文的经历 你会察觉到 她的成就绝不是偶然获得的 郑亲文 作为中国女子网球的新生代选手 早早地展示了她卓越的天赋 和坚韧的意志 她努力训练 持续超越自我 在国际赛场上逐渐显露出才华 稳扎稳打地朝着目标前进 终于 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郑亲文迎来了她的辉煌时刻 在与强劲对手的较量中 她在女子单打决赛中 展现了卓越的实力 和坚定不移的意志 最终以6比4 7比6战胜了对方 登顶领奖台 为中国网球赢得了首枚奥运金牌 瞬间 整个中国都为之激动不已 大家铭记着 这个在比赛中眼神坚定 全力以赴的女孩 郑亲文的名字 如今与中国网球新希望和民族骄傲等标签 紧密相连 然而 面对意外而来的荣誉与关注 郑亲文始终保持清醒 没有迷失自我 我只是履行了一名运动员应尽的责任 夺冠后的郑亲文在接受采访时 雨条冷静而坚定 对他来说 奥运金牌并不是结束 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他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快乐中 而是迅速调整心态 把焦点转向了下一个目标 每网公开赛 在每网赛场上 郑亲文继续展现 他在奥运会期间的卓越状态 一路披荆斩棘 成功晋级八强 再次印证了他的实力 赛场之外 郑亲文已成为众多品牌 争相合作的热门人选 根据统计 他的代言费用已超过1000万美元 成为中国首位体制 外商业奥运冠军 尽管面临巨大的商业诱惑 郑亲文依然保持着清晰的思维 他清楚身为运动员 竞技场才是展现自身的舞台 只有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竞技能力 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 实现更高的价值 谷爱玲 从天才少女到争议中心 高曝光背后的思考 与郑亲文的低条物实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谷爱玲在北京冬奥会后表现得相当张扬 这引发了诸多争议 在世界杯新西兰卡德罗那战的决赛中 我们的朋友谷爱玲 评级卓越的表现和丰富的经验力 压群雄夺冠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 几乎没有人为她的胜利欢呼庆祝 这件事的背后原因在于谷爱玲的形象最近急速崩塌 她从曾经广受喜爱的运动员迅速转变为众人讽刺的对象 这种强烈的反差和争议实际上源自于本届奥运会的表现 在短短两年内 网友对她的评价从天才少女急剧转变 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她逐渐成为争议的焦点 因为频繁出现在众多比赛场合 并且与许多运动员合影 引发了网友对她是否急急蹭热度的质疑 在多张合影中 她都站在了主角的位置 然而 在这次郑清文夺冠 实现国家网球历史性突破的时刻 她观看比赛后便离开了 并未与郑清文合影留念 这也让她被贴上了双面人的标签 实际上 她这种蹭热度的做法本无关痛痒 但不爱国却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网友们对此也纷纷表达了不满 面对众多网友的质疑 谷爱玲并未退缩 随即通过媒体平台发布视频回应 反问那些质疑她的人 他们为国家又做出了什么贡献 正所谓空学来风未必无音 网友们对谷爱玲的回应愈发不满 觉得她缺乏自省 毫无悔改之意 口碑的急速逆转简直令人震惊 那她为什么对郑清文的态度 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实际上 他们两人有着相似之处 只是所涉及的运动领域不同而已 郑清文在网球方面表现极为出色 并在巴黎奥运会上 夺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打破了中国网球历史的记录 现已成为国内顶兼运动员中的翘楚 年纪轻轻便斩获了诸多不凡的成绩 深受国人崇拜 成为心目中的偶像 谷爱玲与郑清文年龄相近 同样在各自的运动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不同的是 谷爱玲在滑雪领域展露头角 并成为中国首位获得滑雪金牌的选手 中国在这项赛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而在年龄上 两人都不过刚过二十岁 尤其是谷爱玲在滑雪领域夺冠时 便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才少女 然而 最关键的并非这些 而是他们所展现出的商业价值 回顾以往的福布斯女运动员收入排行榜 他们两人都基身前二十名 同时 在里纳夺冠十年后 中国选手郑清文在奥网决赛中 获得了大满冠单打亚军 她的排名已上升至第七位 不仅如此 她还在奥网收获了丰厚的奖金 同时 郑清文与谷爱玲同属同一家经纪公司 在获得这些荣誉后 她的商业价值迅速提升 实际上 近年来 郑清文的表现一直非常出色 她在2022年十年仅21岁便闯入法网16强 并在当年赛季获得WTA年度最佳新人称号 这些成绩有目共睹 由于她的实力异常出众 进步神速 人们亲切地称她为火箭女孩 回顾2023年出色的表现和商业价值的持续提升 福布斯公布的最高收入女运动员榜单中 郑清文成为继里娜之后 又一位上榜的中国女网运动员 并且是第二位进入前20名的中国运动员 如今回顾郑清文的种种表现 可以看出这些表现促使她攀登到了更高的巅峰 这些成就不仅提升了她未来的商业价值 签约的经纪公司古爱玲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述内容参考了澎湃新闻2024年1月29日的报道 内容提及郑清文获得澳网亚军 以及她与古爱玲共同入选去年福布斯女运动员收入榜前20名 如今 郑清文掌获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 这不仅是中国网球的首枚女单金牌 也是亚洲在该项目上的突破 郑清文的时代正式到来 她在全球备受瞩目的运动项目中加冕 未来极有可能超越古爱玲的成就 随着郑清文夺得奥运冠军掀起的热潮 网球运动的搜索量急剧上升 正如她所说 无论是什么都需要转程与延续 她屹立于世界之巅 能够为更多的孩子带去梦想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会发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旅程不曾虚度 在盛围基奇 郑清文晋级美网八强的消息真是振奋人心 上了一天班看到中国女孩 在美网女单第四轮焦点站大比分战胜对手 成功晋级女单八强后 自信从容地向观众致意 班位都没了 郑清文自从巴黎奥运会夺冠后 突然Next Level 信心 心态更上一个台阶 奥运金牌选手的精神器就是不一样 美网第三盘为基奇的心态明显崩不住了 而郑清文心态一如既往地稳 稳稳当当地赢了对手 比赛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美网现场有观众骂 Yellow Banana 郑清文回应 I'll beat you 自带霸气的中国运动员 郑清文赢得漂亮 同样是年轻变夺金的运动员 郑清文总是被网友拿来和谷爱玲做比较 一是她们有相似的运动生涯经历 二是这两朵体坦小花身上的商业价值都很可观 三是她俩分别是很多女孩的偶像 有明星效应 但凡出现在公众眼前 无论是谷爱林前一阵正面刚黑粉 还是郑清文打比赛一路过关斩江 他俩都会被捆绑在一块儿 说是儿 不久之前 郑清文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了一项新纪录 成为第一个在奥运会女网决赛上 获得女单冠军的亚洲球员 谷爱玲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自由滑雪奥运金牌得主 第一位在同一届奥运会上 获得三枚奖牌的极限运动员 唯一一位赢得大满贯世界杯XGames 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自由式滑雪女运动员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奥运会自由滑雪金牌和奖牌得主 郑清文和谷爱玲俩人的成绩皆有目共睹 抛开运动场上的表现 谷爱玲和郑清文的颜值也不相上下 各有各的美 谷爱玲是个时髦精 在国外生活穿搭超有格信 眉宇之间有股英气 大长腿超磨脸宛如行走的一架子 形象有一说一是蛮好的 曾经被各大品牌邀请当代言人 而郑清文的颜值也不输谷爱玲 有人说郑清文的轮廓有点像科比 不屈服不认输的性格也如出一辙 也有人说郑清文身上有种大女主的气势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她奥运比赛的时候 以为是巩俐在打网球 不管网友眼里的郑清文像谁 她都是自己的Queen Wayne 自成一派 她的外形挺有时尚度的 既符合国人的审美 长相在欧美市场也吃香 郑清文现在也有不少运动品牌 保健品 大排化妆品的代言 然后就是商业价值这一块 郑清文似乎略高一筹 郑清文势头大好 在体育场上每一次获胜或夺金 她的商业价值都会提升 不少人都觉得 她可以超过谷爱玲的商业收入 大有成为新一代广告女王 中国最赚钱的体育明星的潜力 而且大概率可以成为福布斯 最赚钱的女子运动员之一 谷爱玲是靠着冠军的光环提升了身价 成为了既有头脑又多金的实力派 但由于国籍问题以及张扬的个性 再加上绯闻加深 路人员一路下滑 不少国人都觉得她有点双标 国内赚钱国外花 或许真如网友说的那样 她的这碗爱国饭不知道还能吃多久 郑清文和谷爱玲两个人 虽然在赛场上不是竞争对手 不存在体育层面的竞争 但商务上可能要大战八百回合 嗅觉敏感的网友 应该已经闻到火药味了 郑清文评级成绩和好人员崛起 谷爱玲因为绯闻导致人气下滑 看来运动员也需要珍惜自己的羽毛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 超负荷运动给身体带来的伤痛 只有运动员自己知道 名利只是他们在赛场上 拼搏而来的附加品 还是希望运动员们可以守住 来之不易的成功 与鲜花金牌掌声作伴 无论是郑清文还是谷爱玲 他们都是新时代运动员的杰出代表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在这个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 大众的喜好往往源自信息 所引发的情感共鸣 更多时候他们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 在这种情形下 大家的分歧日益加剧 在这片森林中 信息的碎片化充斥着人们的思维 容易导致事情被扭曲 最终被无限夸大 公众人物虽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但他们同样是普通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特质 希望大家在评判某些事情时 能够保持理性和正确的心态 不要因为随波逐流而失去自己的判断 感谢观看